大家好 那么今天的环球时报援引消息人的话说 中国12月份将从此前发生大规模骚乱的所罗门群岛首都撤回本国公民 环球时报报道 援引在所罗门群岛工作的中国企业代表的话 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安排包机把中国公民接回祖国 上年纪的人优先撤离 环球时报指出许多华人店铺经营者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数百名中国公民因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爆发大规模骚乱而无家可归 上个月位于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爆发大面积反政府骚乱 马来塔省的居民参加了骚乱 两年前该国政府选择了与北京而不是台湾发展关系的外交政策方针 马来塔省地方当局拒绝承认这种外交政策 也不接受中国政府的援助 需要澳大利亚和其他邻国派出军队和警察 以便结束霍尼亚拉的骚乱 那么议会大厦和唐人街的建筑被暴乱分子纵火焚烧 那这次撤侨在我看来很不均常 因为如果要撤侨的话 在骚乱爆发之初或者结束 刚刚结束 中国可以选择撤侨 这个骚乱已经结束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澳大利亚也派出了相关的军事人员 抵达了这个霍尼亚拉 那也是所罗门的这个首都 那你可以看澳大利亚士兵刚刚抵达所罗门 中国就撤侨了 大家一下应该就理解了 所以我判断呢 很有可能啊 中国呢 应该获得了某些信息 就是澳大利亚方面啊 很有可能利用自己在所罗门群岛啊 他拥有这个驻兵 拥有驻军 这个优势 针对在所罗门群岛的华人 可能要进一步有相关的行动 并不是指澳大利亚直接动用军队镇压华人 他可以利用自己在所罗门群岛影响力 你记住啊 他现在是整个所罗门群岛的 说白太上皇 澳大利亚 他可以控制所罗门群岛的政治 那么他可以支持所罗门群岛的相关这些暴乱 再次袭击华人 那中国损失大了 所以可以看啊 这个澳大利亚现在在这个所罗门群岛啊 他的这个行动 特别是这个昂鲁萨克逊啊 澳大利亚这个美国的马前卒啊 很有可能在所罗门群岛啊 针对华人啊 有最新一步的啊 对华人不利的一些行动啊 这是我的判断 实际上所罗门群岛啊 他当地政府啊 再加上到所罗门群岛当地的这个军警啊 你说这个能对华人有多大威胁啊 我觉得中国政府也不相信啊 为什么呢 如果是没有外部势力介入啊 没有澳大利亚介入 你记住啊 当地叛乱反对中国政府的 反对中国这个华人的 他只是所罗门群岛一小部分人 另一部分人的包括政府 包括现任的这个啊 政府的这个总理总统啊 包括现在的军队有一部分是可以出面保护当地华人的 就如果没有外部势力介入 你看啊 反华的和支持中国的 哎 他可以形成个平衡 所以中国并不需要撤销 只需要把这个反华这部势力压制一下啊 当地呢 社会能保持一个平稳 但是现在你看澳大利亚加进来了 澳大利亚加进以后 并不是压制这些使用暴力 对中国使用暴力的这些人 而是压制什么 保护华人的 压制这些保护华人的力量 让保护华人华侨这股力量 他不能有所行动 那么迫害华人华侨这股势力就做大 所以你看 在澳大利亚军队一抵达所罗门 马上中国就撤侨 你要理解这里面的含义啊 所以澳大利亚呢 抵达所罗门群岛啊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好像是要保护华人华侨啊 他很可能是利用自己手里的这个 军队还有手里的现在啊 可以控制所罗门 影响所罗门政治 压制现任政府 你不能再保护中国企业 不能再保护当地华人 就给这些破坏当地治安 甚至打砸抢烧 针对华人店铺 这些人提供了机会 就要看懂后面的逻辑啊 所以我说这次撤侨啊 这个也说明啊 这个澳大利亚确实 澳大利亚在所罗门 在这个自己的后院吧 大家知道所罗门是这个太平 太平澳大利亚这个附近 它的一个影响力的地区 说明澳大利亚现在确实 针对中国在这个地区啊 发挥应用力 澳大利亚非常紧张的 那咱们从这个逻辑上可以推断啊 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发挥影响力 为什么所罗门群岛发生啊 现在的这种骚乱啊 你从刚才我给你推这个逻辑 你先看懂 就是外国势力想介入一国 一定要让这个国家先出现动荡 出现动荡以后自己就有什么 有机会 有借口 派兵介入 这个西方国家是一贯的啊 你从美国 从英国 介入其他国家内政 你咱们咱们不讲别国 就中国 对吧 中国一内乱 然后呢 外国就派兵进来了 保护我们本地的侨民吗 保护本地的 外国军队进来 澳大利亚不也是吗 所罗门一暴乱 马上澳大利亚军队就进来了 澳大利亚军队进来 你以为是保护你的吗 当地华人你要记住啊 你以为是保护你的吗 不光是所门啊 在全世界的华人 你要看懂这个逻辑 你要看懂这个逻辑 中国现在介入那个地区 是我之前讲的那个大的逻辑 海洋文明的后院 那他一定要是赶走中国 赶走中国影响力的 是要给中国下满位的 那他怎么办呢 复制当地反华势力 反华势力搞出骚乱 最好搞出人命 他就可以派兵 派兵就可以出面镇压 支持中国这个势力 把人家政府直接推翻 以前那个什么巴拿马 古巴 卡斯罗为什么上台 不就是吗 美国也搞这个 古巴革命嘛 对吧 卡斯罗最后也上台了 在古巴也搞这个 其实没什么新鲜的 你搞上共产党也搞 当时这个两边都搞 在南美不也是这样吗 那么从这个中国撤侨 也可以看到啊 中国应该是要有所反击了 要有所反反制了 那现在看呢 中国反制之前啊 先把中国人撤回来 中国人先撤回来 那如果后续发生大规模 这个所罗门群岛 所罗门国内发生大规模冲突 不会殃及华人 所以呢我判断啊 在所罗门的华人能撤就尽快撤 因为后续很可能啊 中国要反击 如果在所罗门啊 这个两派力量啊 中国支持力量和反中国啊 支持澳大利亚支持的力量 在所罗门群岛爆发内战 或者是内部冲突 这个升级的话 会殃及华人 这是我判断了 中国是一定要反击 反击之前先把自己人先撤下来 进攻之前呢先撤回自己人 免得误伤啊 这就是这个这次撤侨啊 嗯 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啊 所罗门的事件啊 很有可能升级啊 后面呢有消息 我带大家汇报 忘了 工 工 工